文华兄 然后各位联合大讲堂的朋友大家好 我邱文杰 有20分钟已经开始算了 OK 今天我带的影片还蛮多的 所以可能要蛮快的 那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也不知道今天这样 等一下看完之后 你们会不会觉得今天 我做的都是蠢事就是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专业建筑师 那对我而言简单讲 如果说要讲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其实很多的专业训练 到后来都是要回到 应该用刚刚前一位的说法 应该要回到一种做蠢事的状态 会比较跟人群靠近 因为专业有的时候是一个越来越 束缚的过程 但是建筑又没办法 你不做这个 学很多专业把自己弄得比较 专业一点你房子盖了会垮 会漏水会干嘛 这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建筑师就变得 这个行业有时候门槛蛮高 也蛮讨厌的 要花好多时间把自己搞得一个 比较专业的一个冠冕 然后之后才慢慢的要解脱它 回到凡城 大概就是这样的心境 那我因为也过了快50岁了 所以现在慢慢有心境 要回到这个凡城 所以我这几年也开始在做一些 可能比较像蠢式的事情 希望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第一张是在讲 其实这就是我们教育最伟大的建筑 西方的 这是万神殿 在意大利 中间有一个洞 然后呢 没有玻璃 所以那个下雨天啊 什么什么太阳光啊 什么都可以下来 所以在这个穹仓的空间里面 简直是我们都是非常的震撼 我们在学教育的一个过程 然而呢 你看这个 那这个在香港 但是我们台湾长大的一个景色 我相信也差不多 所以对我而言 我这一二十年来 应该说二三十年来 甚至于说我这一辈子吧 始终在刚刚这一张影片 跟这张影片里面的一种情节 在做冲突 就是第一张给我的那个震撼的美 跟光线 跟第二张这种怎么说呢 混乱吗 人情味吗 你一定踩说这个 要以混乱为龙 哇 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乱棒了 所以刚刚那件事情跟这件事情 永远在我的人生里面 在跳动 在纠结 到今天都还没有一定的答案 那我好像就在找这样的一个答案 那我先谈一下一个 有一个运动在欧洲 在1961年到1974 建筑电讯 就是其实一般我们知道建筑物都好像很生硬啊 讲那个量体 那你弄房子 雄伟不雄伟啊 事实上很久以前就有一个派系在谈的是一个 软体的部分 就说在整个社会里面呢 不一定什么东西都是要 机械生产 要硬的 要看得到的 要永恒的 他们那时候已经在反对了 他们在思考说 资讯的网络 软体 不可看到的 游牧弹性的 其实也应该等量器官的重要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派别 他们里面做了很多 一些声明 有一些宣言 比如说你可以将钢延展至任何长度 把气球冲去到任何大小 把塑膠带搞成任何的形状 然后一个桥不用担心 这个其实就很多纸 这个延展到那个长度 混泥土建造那个高度 他把一些小小的物质什么的 都把它无限制的放大 去让你去想象 去生活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其实也造就了很多一种物件的产生 比如说他们创造了求生勾浪棚 群众勾浪棚 运动勾浪棚 这些棚体呢 用这张来谈 就是其实在三四十年前 就已经开始有一种 游牧民族的一种想象 用这种旅游trailer 旅游车跟帐篷结合 要搭帐篷去生活 这应该也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 应该也可以是很轻松的一部分 不一定什么东西都是 那么的冠冕堂皇 那么的重 那么的建筑 那么的硬 所以这一个流派呢 其实 对我也蛮有影响的 就是 其实建筑物不是只有硬的硬体 它平常生活在我们这一边 你看我们很多的活动 今天办的一个活动 它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回忆 今天晚上我们去听场音乐会 到广场去听一个街头艺人的表演 那种情感那种对流 那种对话沟通 就好像今天刚刚前面两位 那样的一个活动 那种灵光闪烁可能就是一辈子 那从这个运动的总结 其实有一栋房子变得很关键 就是在巴黎的庞壁路中心 这在1980年代在欧洲巴黎 一栋很震撼的一个 在一个古典的这么美轮美奂的 法国巴黎的四日中心 竟然有人敢用这个 所有的管线 水管 电管 空调管 把整一 把里面的东西都亮到外面来给你看 然后呢 像一个大教堂般的占据整个接锅 这个旁壁路中心的出现呢 几乎震撼了整个我们当初的建筑界 也把整个这个建筑界的教育呢 做了一次重新的洗牌 那这个案子呢 几乎也 帮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运动 做了一个很完美的据点 OK 所以这件事情 也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闪烁 那另外呢 就要回到我本身了 就是这个是阮青月 我们建筑界里面一个 蛮会写文章批评的一个 重要的 应该说是评论 不要说批评 评论家 重要的评论家 那他给我的建议 我觉得也对我来讲很受用 他其实我简单讲他就提到 本雅明的话 他说 对神秘超限时魔幻般的秉赋和现象 做认真的辨证 前提是辨证的将这类现象 同日常现象结合起来 从而将日常之物当作无法洞悉的 将无法洞悉之物看作是日常的 并借此在日常之物中发现秘密 你们一定看不懂对不对 没关系 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 创作没那么复杂 然后呢 很多答案呢 他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你可能刷牙洗脸 你就创作了一首 经典传世的歌曲 像Beatles Beatles每一首歌都好简单 然后大家都乱爱 所以其实 创作不要把自己搞得好像 宿租高阁 好像乱悬的很深奥 其实没有那回事 就是最频繁最简单的事情 答案就在哪一边 所以这件事情也在这几年来 我一直在 总结这样的一种想法 那前几年我做了一个西行线 除了刚刚文华兄讲了很多 我其他的案子 其实那些案子相当程度是在一个 比较 比较回复到我第一张幻灯片的 那个状态 那 之后呢 其实整个第二张幻灯片的 那个状态呢 是我这几年 其实更有兴趣的那个方向 可以看到 我开始在做一些实验 就是 欸 回来 这张是在讲说 这个士林夜市 我如果有个X光的眼睛 把士林夜市看过去 什么都看不到 只看到那骨头的话 大概是长这样子 你知道 就是那个 摊贩的骨架 人家说我怎么疯了 你去看这干嘛 我就说 这蛮好看的 就是你知道 比如说我现在有个X光的眼睛 我看到你们 我这样不太好意思就是 就是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 就看到了这些平常 好像浅尝在背后里面的一些 构成的机理 那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是 就是 以建筑来讲是更有 机会变作一种新的创作的可能 那后来呢 我就用了这个最典型的 台湾很便宜很简单的材料 叫做西形钢 这寻常可见 大概你们家的屋顶就有了 这个叫做 唯一张建筑的材料 然后呢 我们只是把它做的比较有艺术系 然后把它每一根都弯曲 然后每七公分要焊三公分 那个焊接功能到后来那眼睛都花了 他可能应该要去拿上一位讲者的那个 那个 听声音的一个状态 我开玩笑 不过他基本上他还是很享受 他说 这一辈子他做那么多房子 从来没有要焊这么多 焊道的一个小小建筑 那我就是用一个很平凡的材料 比较精致的态度跟工法呢 把它做起来 可以看到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墙壁 就像这样的一栋建筑物 从柱子到梁 到墙体 到室内空间的展板 然后到桌子椅子 隔间墙 这一切 全部用一个材料叫做台湾的西形钢 然后用很精致的手法 其实有点像艺术品 这个就蛮像我要 我蛮喜欢的建筑的状态 有点在地的味道 但是其实也可以跟国际做对话 那这个就是我现在比较 中情于的一个建筑的实验的方向 像这样子就是我把 钢虽然是很硬的东西 但我想要把它做得 像烙子楼般的柔软 就是刚好结构机制说 这边有一根梁可以把它断掉 它不需要连续 我说好 那机会来了 我就把它切断 所以梁就开始发疯了 就开始从天而降 像那个长蛾奔月 有没有 绕子楼就像这个彩带 所以飞下来变做这个桌子 然后再飞下来变椅子 跟展览的墙壁 我希望一个最平凡的物件 它也要说些什么 它也要做点什么 然后 其实自重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案子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在几年前 十分钟 这个是这个台北纳条通 一个很巨型的装置艺术 那我也是疯了 这件事情应该有一点像蠢事 基本上建筑师如果做这种事 他可以马上就关门 就是 基本上是赔钱的事情 但是那一年我几乎做到都疯狂 我几乎每天都到现场去 去参加这个案子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那这个是台北一个很typical的 一个后巷的景致 一个防火巷 那这个空间 这就是在我公司的后院 那刚好我那天看了基地回来之后 我想要做一条真的后巷 然后把那个后巷 把它填起来 然后让两边的人去串联起来 你家可以跑到他家 你知道我意思就是 那我就觉得很兴奋 哇塞 如果有这样的地方 然后又不用钱 每一个人家庭又不够大 又可以跑来这边 然后又可以跑到天空去种菜 你知道可以放很多储藏空间 有脚踏车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台北都更的另外一个希望 要不然 每一次都更都在谈那个豪宅 盖一盖都变成几百万 这有点怪 那我们建筑师应该做点不一样的事 因为台北是其实很多老旧的社区 那这些老旧社区四层楼高 也没电梯 然后常年管线在 在败坏中 那怎么办 小孩子抱一个小孩要爬四楼五楼 那很累啊 所以我总觉得要针对这样的scale的 建筑的灵理社区提一个办法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实验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 诶 怎么跳到这边来 对对对 那这个事情还跟这个厌势结合 就是我准备做那个后项 那材料怎么办呢 我又开始想要帮一些很庸俗的材料 做平反的工作 这个这个尼采说以混乱为龙 对 然后呢 它就基本上我觉得台湾的铁窗呢 其实都被污名化 我觉得也没那么严重 其实那些铁窗如果好好编 你如果早年 我们台湾早年的铁窗 其实还蛮有美感的 它那个比例比较细 然后偶尔会弯一下 有没有 就很有feu这样 到现在都不一样 现在就变作那个不锈钢 都变作铁 都铁容子了 但事实上呢 它是有机会被成为一种 美术拼贴的一个状态 那OK 所以回到我刚刚第一个状态 我把那个虚空间 我刚刚看到那个天空那个缝的时候 我就想做个这个空间 我想要用几乎像清刚架 很轻的音架 做成一个虚空间 介入到防火箱的里面 创造很多种空间 这样子 那这个空间的表皮呢 我希望用这个铁窗 也就是我把它称之为铁窗文艺复兴 就是我们要真诚的面对那个铁窗 你知道每个铁窗都有它的个性 它只要好好的被做起来 应该就会很迷人 我就不相信它是丑的东西 所以就怎么样 在那个这几年我一直在做 怎么样把这些平凡有活力乱 髒 其实我跟你讲 乱很OK 无为而至是很了不起的 对不对 可是髒是最麻烦的 我们不能同意髒 但是可以承认乱 对 所以你家如果很乱 OK 但是不要髒 但是髒跟乱它又是邻居 很难搞 所以你如果弄了一个地方 是很乱 不髒那是最厉害的 这100分 OK 但anyway 我就在做像这样的练习就是了 那这一章就来讲说 然后那个巷弄的前面后面呢 有一个这个 清洁的广场 环保节能 就想象的一个案子 然后 它可以有 垃圾分类的东西 有处于旧衣物 像这种废 这种 这种 可以丢衣服的地方 然后有电梯 有楼梯 让残障者 或者是无伤害空间 小孩 都可以 藉由这个新的 一个虚体的空间呢 提供给两边住户使用之后 有个新的 一个样貌 那至于那些旧管线的问题呢 我会把它 画得像彩虹般的绚丽 然后这个 我是水管 我是电管 我是粪管 我是粪管 我是什么管 那就是 然后这个老房子 它就不用再去悄悄打打 再去换那些水管跟电管 它直接利用这一个 后巷的空间呢 就可以 安插一些新的管线 然后像旁壁住中心一样呢 有一种新的建筑的语言 那在空中的平台呢 早上阿公阿嬷可以坐 坐电梯到顶楼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花房 来种菜 然后还可以拿菜到一楼去 升机厨房 分给大家吃 你知道做沙拉什么的 这是我对这个空间的一个想像 所以有个内容叫做后巷的空中花园 也就是在 在以一个巷弄的 后巷空间为例的话 在空中我们做了两处的空中菜园 那还有一些发呆亭吧 就是在这个后巷的空中呢 就掉了一些公共的空间 这些里面可以有冷气跟电风扇 所以阿公阿嬷他们平常下午 可以走到这个公共的空间去分享 去玩巷棋啊 不要不要抽 抽烟不好 玩巷棋啊 聊天啊 喝喝茶 创造一些公领域 大家可以分享的空间 让两边的这个 关系变得更紧密 那 讲到这个之后呢 这个活动 其实这个阴架 等一下大家会看到 三个月 大家也蛮喜欢 那后来要拆了 我还蛮舍不得的 我都自己又抓狂 这个算是半傻事 对对对 我刚才没有举手 就是 就是 就是因为要拆掉了 那我蛮舍不得的 我就 我自己去募款 只要是我的朋友都很倒霉 接到我电话都至少要捐十万块 所以呢 我筹了两百多万吧 然后有一百万捐给那个 营养午餐 就偏远学校 营养午餐 小这个餐费 另外一百万呢 我 我找了三十个model 三十个dancer 一个 有个导演团 还有几位职业的歌手 他们办了一个活动 就利用这个 音价的场景呢 做了一个 活动 那叫做幸福后向台北那条通的一个活动 OK 然后 这个活动我后来回忆起来 其实这个不是 其实是 其实我潜意识 这回到第一位王医师谈到的 就是我的潜意识 其实一直在往这一方面在靠拢 就是 建筑不见得是那么永恒的硬体 很多软体的东西可能才是 真正的永恒 所以我前几年做的事情 其实已经回应到1970年的一个运动 就是 其实一个临时的音价 它象征一个台湾的后巷 这个后巷空间里面呢 它有 teahouse 它有发呆亭 它有这个green house在空中 这边写的台北那条通 有五个水箱 它真的有水可以 灌溉 然后到夏天可以整个用喷雾装置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后来变做一个舞台 所以那一天晚上大概有 一千个左右的朋友 然后被邀请来这个地方看 以幸福后巷为主题 那那个导演是演那个 眷村长大小孩的一种故事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节 然后办了一个活动 那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但事实上这件事情 你看我都没有在讲我真的案子 就是其实我最有感觉的反而是 这一些这么微小 但是跟老百姓这么近的 这么有温度的 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我这几年一直在 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OK 那这个就是 就一堆 不是一堆 就是很多model 在想他们的情人吧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情节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那一天有很多媒体朋友 大家一起在分享这样的一个场景 其实还蛮舍不得这个地方被拆除 我毕生的梦想就是 我真的要用这种东西盖一栋房子 最好是盖成1101 但我不觉得我这一辈子 有办法去达到就是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 又轻又简单 但是又有美感的一种 很台湾的一种建筑的状态 很值得我一辈子去努力 事实上我的事务所明年要盖 就是准备盖这样 事实上会比较粗一点 没有办法系到像鹰架 那真的会太软 但是绝对不是什么钢筋混泥土柱 绝对不是什么IH型钢 那些钢柱都不是 其实这种比这稍微大一点 就可以拿来盖房子了 那个请大家拭目以待 那另外一个实验的作品就是 其实一样了 回到这个系统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 那我用这个方管 圆管 把它变得很艺术性 像这一张就最清楚 题目其实只是俯首栏杆 但是成功大学建筑系 叫我去做个装置 一个永恒的装置 一个路口跟一个广场 那我就利用我不想创造新的 我直接拿旧的一根栏杆 忽然间幻化成一堆 就变成一树刚垢 然后变成一堵墙 所以两根栏杆就变成一堵墙之后 再挖掉一些虚空间 变成logo 就是建筑规划学院 设计学院 那有一些栏杆会飘出来 变成长灯管 所以到晚上可以打这些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就地取材 利用既有的栏杆 把它变化成为一个更有生命力的 有意义的一个内容 像这样子 其实这个动作都是很难做的 这个其实都是用雷射切割 这样是一片 这样是一片 没有真的铁管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边是一片 这边是一片 到了这边以后 才开始一根一根一根这样去连 所以这只是一个很关键的join 怎么去诠释既有的 跟未来的一个状态 好 那其实就是 那最后要开始谈的就是龙博 刚刚文华兄有带到这件事 就是这也应该算是傻事 奇怪 今天做的事情 你们看到的没有一件是赚钱的事 那我事务所怎么还可以存在 这可能是我还蛮骄傲的地方 对 那这件事情呢就是 云林龙博 我想说有机会帮龙夫做点事 好像真的也是蛮有意义的 所以他对我来讲还蛮挑战的 那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在有限的经费之下 那一样的我就回到了一个 我这几年最喜欢的一个议题 怎么样让平凡的东西变做不太平凡 然后它是有意义的 那这件事情呢我就是用这个 就是刚刚提到的时尚伸展台 它希望是一个云林的亮点 让大家知道说 农业首都 然后农民的一个辛苦 要向农民去敬礼 有点像做一个农民的殿堂 让大家去 去 有崇敬之意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我在想说怎么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在有限的经费里面达到这样的目标 这就是我这一次的挑战 OK 那我取材于温室 因为农业地景 大家如果坐高铁 其实很容易看到中南部有很多 有太多这些轻棚架 但其实都很好看其实 只是都很脆弱 那这样的一个Green House 有没有可能变做是一种更灿烂的 更象征农民的一种 台湾精神的一个构造物 OK 你看 虽然人家有这个叫做水晶宫 这是一 这个是经典 英国的经典 后来有火灾把它烧掉 大概一八九几年吧 我都忘了 那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台湾有这样的板斗 就是 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 所以 当然是不一样 OK 但是总给我某一种联想 就这样子这么频繁的东西 这么有温度 但是其实可能并不美 可能也脏 其实还蛮麻烦的 这种东西对来讲还蛮有魅力 但是也蛮麻烦的 那这种东西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 更有意义的东西 那我开始去思考 用我们电影的手法 其实那些再频繁的东西 你愿意的话 你有这样的眼睛去看 它都有可能变做像电影般的 蒙太奇的手法 一种很序列性的一个 韵律的变化的过程 像音乐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开始去思考 这是我们被给的题目 就是一个 这是我们寻常可见的 版斗的一个棚架 那我的题目是要200平 所以我大概要放三个 三个之后呢 我又觉得不够 不够美丽 太矮的 不够雄伟 所以我自己又把它叠两层 那事实上这种东西 没有人再叠两层 叠两层它一定垮的 那没关系我先把它叠两层 叠两层之后 我觉得面积也够了 高度也够 但是看起来蛮无聊的 然后就开始想想这些结构 能不能变化 所以我开始发展出一些 如果把一个棚架的单元呢 当作是一个人的话 如果这个人都在跳舞的时候 那应该有机会就可以 像迭罗汉 就可以把人撑高了 所以我开始让这些单位就乱跳 跳得乱七八糟 然后就撑住了 那怎么撑住 那就要靠电脑的帮忙 就用电脑的结构去换算 那等到一个状态之后呢 我就把它凝固 就变成一个农民的殿堂 那这个过程呢 大概就是像 第一个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单位 就是我们寻常可见的 板斗的棚架 它基本上呢 这边有三个 因为你最后要避雨 所以你一定要维持这个状态 但里面呢 是可以 你知道 可以狂舞的 这个是连上帝也疯 修女也疯狂还是什么 就是连棚架也疯狂 让它变作一个很混乱的 对嘛 就是以混乱为荣那个状态 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构造行为 那这样子呢 以每一个剖面来看 它就开始像手无主导的棚架 就泥人化了 就连这个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清刚架也在 那个梁 断梁下来之后 它可以飞舞 像彩带 所以每一个棚架也可以开始 偏然起舞 有自己的一个调性 最后就变成这样 一个 被凝固的状态的时候 因为外面都是要加帆布 因为要避雨 所以外面只要突出去的杆件 都被我剪掉 那里面的保留 那它就变作 那这个怎么会变这样 那就是结构机师跟建筑师 他电脑跑一跑 我说这样不会垮 他说不会 然后呢 那我说这样不够好看 我还要再跑一次 他说好 然后就开始又跑啊跑 那跑 跑到了一个又好看 又平衡的状态 我说好 停 就这样子了 然后就定案了 然后就很开心 但后来才知道 是噩梦的开始 因为其实很难盖 因为我们刚刚讲 讲到刚刚都没有谈钱 对不对 我也是这样 那等到时间已经不多了 然后又要把它盖 盖起来 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檳榔树也很倒霉 檳榔树其实本身也不难看 然后它只是变作 被种在山坡地 它浅土 它会把那个土壤 所以就流失 造成土失流 所以严格讲 檳榔树不应该种在山坡地 但是如果檳榔树种在平地 应该是被允许的 那我觉得它也是台湾 蛮重要的一个文化表证 所以我就把25颗檳榔树 种在平地上 因为我本来想要用檳榔树 做一个下午茶的空间 你知道 把它弄得像法国那样的高雅 三层碟盘 云林的板豆 你知道吗 我们一定要搞一个像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 水晶宫 那样子的优雅 然后每个檳榔树 都被训练得很优雅 穿着 穿着很好看的衣服 在里面卖下午茶 但是这个梦 后来只成功一半 只有把这个盖起来 活动的本身被这个政府单位所拒绝 因为里面有太多采购法的限制 他说你要去找冰箱是谁理你 那我说县长 报告县长 你去一定他们就过来 但是碍于很多行政的流程 后来没有办法当真就是了 但至少 至少我们有盖起来这样的一个棚子 就是了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台湾 那这个是一个练习的 一个人的影像 一个棚架的本身 跟电脑技术结构跟美学结合 那这个地方 后来就变做一个农民的殿堂 每天有一个表演 其实是一个stage 变做是一个表演的一个舞台 这个还好 这个还没被拆掉 就是他们搭的还蛮喜欢的 所以三个月之后 这龙博也闭幕了 其实还蛮成功的一个龙博 那 现在有决定要保留 至少保留两三年 然后看看以后怎么办 所以我们还在等下一阶段的一个通知 这个是在施工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这其实非常不好做 这每一个角度要定位 因为它很软 所以它必须每一公尺就一排 所以可以看到像 这种序列变化的空间 就好像我在阅读 那个版豆的那个棚架 那个视觉变化的一种美学的逻辑 这个是从远处看过去 这个是从远处看过去 一个蛮 我也不会讲 还蛮乱的 但是其实不难看的 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 它后面刚好有个祠堂 然后这边 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 一个生态地景区 我们一直希望把它保留下来 我一直想 里面应该加很多吊床 或者是荡鞦韆 还是什么 一定要让它保留下来 不要让他们拆掉 这个大概 大概是我现在最重要的期待 那里面我后来做了一个竹子的这个 一个 竹子的灯笼吧 然后下面有一些小孩子 可以在这边做躺椅的地方 那这里都是 有一些panel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案子的过程 那这个就是平常他们需要的一个stage 所以每一天大概有两场的表演活动 是这个活动的本身 好 谢谢大家 果然是 建筑师 这个艺术跟科技的完美结合 时间抓得很标准 那我要请文杰 这边来加入 我待会给大家跟文杰对话的机会 听听大家的想法 我刚才听到各位 那个赞叹声连连 我想很好奇地听听 刚才文杰这段分享 挑战你什么既有的思维 那文杰 刚才我对于你那个幸福后向 印象特别深刻 那个钢架搭起来的东西 你办了一个那么大的活动 然后我听到一句话吓了一跳 就说你打电话的朋友 都要捐20万是不是 10万 10万 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 我刚才给你的名片 我可不可以收回来这样 如果有model你找我 捐钱我想就不用了 好 我要请各位来跟文杰对话 当然我没有办法把文杰的农伯的作品送给你 那我也 不过还是要鼓励大家一下 我准备了另外一本书 这本书也是我非常喜欢 那一位作家写的 这个作家叫王文华 大家也很喜欢他是不是 怎么都笑了呢 来来来来 哪一位 刚才文杰其实挑战了 我们很多既有的思维 我最后分享好了 我想先把分享的机会 留给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哪一位 特别是后面的 我们邀请后面那位先生 好了 谢谢你坐后面 还踊跃的参与 好 我们掌声给这位先生鼓励一下 然后请文杰 来跟这位先生对话一下 你的大名是 我叫谢中翰 好 中翰欢迎你来 然后跟文杰老师互动一下 老师我今天听到目前 然后都 我觉得今天的设计 今天的前面几个主讲者 这样分享下来 我到今天刚才文杰老师的分享 那我发现对话的一个核心价值在于尊重 我发现从刚才那个 从听声音李老师跟到文杰老师 其实听声音那是对人的一个尊重 他尊重人 所以他去听到这些对话 那文杰老师的作品 我发现你也在跟 你的每一个作品在跟人对话 然后包括你的 刚刚那个农民殿堂 你先从农民的 想要给农民一个舞台 然后包括你里面的空间 然后你开始思考到 想要给这些孩子一个 在里面的人一个舒适的空间 我发现真的是 如果说对话的诀窍是什么的话 我认为那个是 今天的一个价值就是尊重 尊重人 尊重环境 尊重你的用的素材 来我们掌声给钟翰鼓励一下 文杰老师 其实你知道我们有一位建筑大师 叫Louis Khan 他已经走了 大概1970年代 很重要的建筑师 他最经典的一句话 除了说 学校就是一棵树以外 他两句话 第一句话讲说 学校其实就是一棵树 在树下上课的那个人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老师 在树下 听老师上课的那一群学生 不知道自己是学生 那个就是他所谓 他理想状态的学校的雏形 那一句话对建筑界的影响也蛮大 另外一句更重要的话 他说 就算是一块砖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算是一块砖 他也要做点什么 更何况是个人 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那其实我后来做的这些东西 其实也差不多吧 材料本身 其实他是这么的简单 这么的频繁 但是只要你有那个心 有那个对待他的心 有那个诚意去把它翻转 其实他都充满了机会 那就是最平凡的本质 也就是最现代性 最畅造的缘起 好 我们谢谢文杰老师 跟钟翰的对话 谢谢 那我们也请文杰老师 先回座休息 我们听不见啦啦队的黄土神 因为没有人是Superstar 挑战并非来自于对手 而是在突破自己 只有权力以赴 只要做好自己 因为还有比冠军更重要的是 因为还有比冠军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蒲原团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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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